HELLO 我是Calvin 今集真期权假釋第35集 今天講這個Viewer策略 Viewer策略很簡單 有錢short put 接貨回來 有貨short call 再出貨 這是一個循環 適合在股票期权操作 也比較適合新手試做 因為只要控制好開倉的張數 風險相對較低 最差的情況是接了股票 但因為有期權金收到 變相風險要比直接買賣股票低 今次用美股做示範 之後再講幾個要留意的範疇 包括選股、減到期日、行使價、接貨出貨、實際操作 先講選股 首先要選一隻有股票期權的股票 可以在IB開選擇Option Trader 打相關的股票Taker 例如我KO的 他有股票期權 可以 其次要留意他的交易量 如果他平日都是沒有交易的 又或者他這個Open Interest 即未平倉的張數太少的話 就要小心一點 每個月基本第三個星期五 就會有到期日 交易量大的 例如KO 他每星期都會有到期期權 甚至有些SPY 每兩天都會有到期權 選一隻自己真正熟悉的股票 了解他公司業務 他財務狀況 同時間不介意持有他的股票 同時要避免一些波幅太高的股票 拿個例子 例如Nile 看到歷史的IV是超過100% 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VIO策略比較避免一些波幅比較低的股票 而他的股價在一個range上落就更加好 這次拿了KO可可樂做例子 他的歷史IV大概18% 他的交易量也是OK的 平時有成交的 他的open interest也多 到期日他每個星期都有 看看股價 他的股價近些半年 大概在$48至$54左右 還有賠回 當然如果現價是在這個range的中間或底部 那就更加好 這次只拿來做個示範 我們一開始就有錢收入 記住一張期權是代表100股 我們先選到期日 其實到期日的選擇空間都大 但最好不要選太短線 盡量做一個星期或以上 因為收到期權金就會比較合理 我通常做兩個星期至六個星期左右的操作 再長時間一些都可以 我也知道有人可能半年半年做 但就要有這麼長的耐性 我今次選擇 5月21日到期 然後選擇行駛價 因為一般不太怕接貨 行駛價可以選擇 ad the money 又或者輕微價外 又或者看剛才的股價圖 在range的底部接貨 如果在KO這個case 大約可以選擇 50元這個行駛價 直播 在理想的期權金 我希望收到1% 即是如果50元接貨的話 期權金我希望會大概有5日 大约1个月收回1%的期益金 目标大约是这样 在这里试开5月21日到期50元的销售 在这里销售 如果大家没有订阅资料 大家要小心看估计股价 这个地方是0.35 我先调一下ASPrice0.37 可以看看其他资料 通常我放在这里 看看有没有人会订价 如果没有的话就慢慢调下 调到0.36 Demo帐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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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 就成交了 通常有钱short put的问题不大 因为short put不入价 照收货期限金 钱没少过没问题 如果到期的时候 入价接货 要事先准备好接货的钱 一张KO就100股 乘以接货价50元 再减收多期限金 大约是5000元美金 又或者如果不是新手 准备做杠杆 就要预先测询 究竟预计需要多少margin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外面 预计自己会放100股的KO 可以看回 maintain margin是799元美金 这是最低限度 OK 记住 short put是被动的一方 会不会 行使呢 就看回long put那边 而美股到期日收市 就会按回市价 如果入价 一先的话 就会自动行使 有人会问 为什么我收市 我不入价 但也被行使呢 一来long put的话 其实 要说要行使就行使 不需要你多少钱 二来 long put有权在收市之后 去到最迟 5点半才行使 所以有时候可能 盘后大跌 long put就会手动行使 有些时候股价可能大跌 就变了short put接货的时候 接货价比市价高了 账面可能有个亏损 但是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开放时 其实本身都有预计到会接货 接了货 亦都可以short call出去 在我这个电话帐 其实我就预先买了100股KO 我先当自己接货 再去short call出去 short call行使价 有一个很直接的参考价 就是接货价 例如我现在接货价是55元 我就再做一张55元的short call 就算到时要给货 我变成了short call 我变成short call 我变成short call 我变成short call 亦都可以做short call 做高一至两个价位 例如55元是接货价的 你可以做高一点 55.5元 希望赚上升值的部分 最重要是看当时市况是如何 到期日我都会倾向选择2星期至6星期以外 最好 选择到期日也有点要留意 就是拍摄日 我看看拍摄日 下次的拍摄日 6月14日 留意一下这些日子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到期日中间 有拍摄日 而short call又进了假 很大机会被对加call 他就想拿起股息 这里很快做示范 我做一张5月7日 我把接货价是55元 我做一张short call 55元 在这里按下sell 我只有一张价 价可以先设定 0.46元 做short put也是 我的倾向就是慢慢去 再调底的价 在demo account 不用再慢慢调 直接调到2.41 那 成交了 short call 那 在IB 就不需要 怎样特意去做 cover 他自动会做 接着 接着 结算的时候 入不入价 入价 就是给货人 在IB 也是 结算时候 入了价 自动会出货给人 就不用做其他另外的动作 出货 收回钱 就完成了整个VIO的策略循环 顺利的时候 就赚到期权金 又或者另外再加升值的部分 如果不入价 可以再做下一张short call 最多人出问题的地方 就会在 股价 跌了 short call 出不了货 但下一张short call 做不回原本的买入价 或者其权金太少了 如果做低幾价 又会怕到时入价 變相 賣出的价钱 還要低成本 就会虧钱 如果做太长时间的short call 又会变相 鎖死货 所以 事先一开始的时候 就真的不要做太大波幅的股票 大波幅的股票 就比较多出现这些情况 有三个方法去处理 第一 short call 做低几格 做低几格 就自然的旗元金多些 又或者我开一张月期 我开到明年的 我自然的旗元金又会多些 第三个方法就是 我什么都不做 我等股价升了 再开仓 其实没有一个很特定的答案 每次情况 不同的股票也不一样 但是我指的倾向 我就不会做第二个部分 就不会做远期 因为这样做 就会 为了旗元金 鎖了仓 可能一个长时间 就不值 我会倾向做第一个选择 就是可能 开低一两格 但到期日可能会相对短一点 就算股价升 也未必这么快升到 short call位置 如果真的不幸 股价真的升穿了short call位置 入了家 这个也能赚足够 还可以再搬仓 但如果是一个新手 可以选择第三个choice 什么都不做 等股价升再开仓 那就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同一个道理就是 最初选择股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选择了一只 因为永远向下的股票 就很难救 或者很难搞 再重新一次 最好 就是选择一些波幅低的股票 本身是一个range那里上下的 一只战向上 或者一只战向下的股票 都不会是Vero策略理想的股票 那今集说完了 还没订阅朋友 记得订阅和按下小鈴鐺 记得按下视频简介里 那条IB连 我会有少少回贈 可以支持到Channel的盈运 还有订阅Patreon 有很多新的收息资讯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